! 哈囉大家好,我是卷毛 在我們探索這座小島的時候 一定都有被蜜蜂叮過的經驗吧 那我們遇到蜜蜂時,要怎麼躲避他的攻擊呢? 今天教大家獲得藥的方程式 以及捕捉蜜蜂的方法 那我们一开始DIY方程式 一定都没有可以制作藥的清单 要拿到藥的方程式 我们需要被蜜蜂钉过后 再去找岛上的居民处罚 这样我们就学会可以制作藥的方法啦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制作出来 那它需要的材料就是 蜂巢一个跟杂草三个 蜂巢就是你摇下的那个蜂巢 所以通常你摇下一个只能治疗你一次 那后面教大家如何省下蜂巢 也不会被蜜蜂钉的方法 我们先把药制作出来 那吃了之后就可以恢复成原样啦 OK 我们去寻找下一个蜂巢 看到蜂巢不要慌 我们直接对准它 按A捕捉就可以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需要离开树 不然可能变成多按一次摇树 那就错过10集了 我们慢动作再来一次 蜂巢出现后我们转到它的方向 按A捕捉 那蜜蜂当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啦 那价钱有2500 不如小补 从零开始的动生教学说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欢迎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